好 咱们接下来看下边这个单词 下边这个单词是谁呢 是Gedar Gedar这个词之前咱们早在第四课就已经给大家讲过 对不对 那咱们可以先回顾一下第四课所讲的Gedar这个词的用法 因为这个词实在太重要 完了呢 用法它有非常的多 那首先大家看一眼第一个 那第四课讲的它是不是一个不久动词 当什么讲 剩下 还有 对不对 那因为它是一个不久动词 那这个用法是不是就是什么东西剩下了 对于谁来讲 对吗 那所以这个结构是不是 那主语是不是就是这个 剩下了 对于它来说又是一个不久动词 所以说这个人在这个句子当中做的是什么成分 是不是间接并语 好 那比如说大家看这两个例子 之前也是大家见过的 是不是还剩几天 还剩三天 那主语是谁啊 那动词要跟着主语去变 用的是第三诊复数 三天还剩下来 好 那如果要说我还剩三天的时间 那我加起来是不是你就可以直接用一个什么呀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一下这个句子 这什么意思 我们还有时间 那主语应该是谁 是不是 时间是剩下来的 对于我们来说 好 然后再接着 那你在第四课还讲过一个用法 第二个用法是不是就是 那第一个是不是剩下 什么东西剩下对于谁来说 那么第二个用法 是人待在哪儿 人留在哪儿 对不对 好 那比如说 这什么呢 是不是他每天都跟家待着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一下这个 瞧人家天天跟家待着 我天天跟哪儿待着 是不是我天天在办公室待着 好 这是这个 然后再接着 那今天咱们来学什么呢 来学第三个用法 是一个不级物动词 又回到了不级物动词 最后老师会给大家做总结的 那这个不级物动词当位语讲 刚才出现了一个字副动词 第二个用法 是人在哪儿 对吗 公司不在市中心 那应该怎么说呀 我们公司不在市中心 你原来是不是用的是 estar 对吗 estar nuestra empresa nuestar en el centro de la ciudad 那现在你这个句子 那应该怎么说呢 是不是nuestra empresa nuestra empresa no queda en el centro de la ciudad 所以说原来estar怎么用的 你在这儿呢 这个 quedar 依然还是怎么用的 这就行了 好 然后再接着 再比如说 我家离办公室很近 那我家离办公室很近 那主语是谁 是不是mi casa mi casa está muy cerca de la oficina 你原来是不是这么说的话 那你原来estar那个地方 mi casa está muy cerca 那就完全可以换成啥 queda 是不是我家位于离办公室 很近的地方 那这个句子是不是就变成了 mi casa queda muy cerca de la oficina mi casa queda muy cerca de la oficina 那我还能问呢 对吧 你家在哪儿啊 那就可以怎么说 你原来是不是说的是 donde donde esta 然后再接着呢 tu casa 那现在我就可以怎么问呢 是不是donde 你可以把这个estar 给他换成谁 queda donde queda tu casa 这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还是地方在哪儿 好 那今天呢 这个gueda 就多给大家补充 这一个用法 这就行 那所以到现在这个阶段 你这个gueda 应该怎么个技法 那首先 首先gueda 是不是一类是什么动词 一类是不觉悟动词 一类是私服动词 所以说 一看到gueda 这个词 你想都不要想 它绝对不可能是一个 急悟动词 好 然后再有呢 咱们讲两大层意思 像gueda 这个词 你在记的时候 不要从词性 这方面去记 你就记住 要么是不觉悟 要么是自负 你要从哪 哪几个方面去分类啊 从意思上 那首先一个 它是不是有 还剩 还剩这样的意思 对吧 好 那如果它当 还剩下多少讲的话 它是一个不觉悟动词 是不是就是 a uno le gueda algo 好 然后再接着 第二层大意思 应该当什么讲 是不是在哪 那在哪 是不是分成两类 如果说人 呆在哪 对吧 人呆在哪 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动词 自负动词 如果要说 什么地方在哪 的话 那它是一个什么动词 不觉悟动词 这是不是就行了 所以gueda 你要这样去记 从意思上来区分 首先一个 它还有剩下的意思 再有另一层呢 是在哪的意思 如果它当剩下讲的话 它是一个不觉悟动词 a uno legueda 什么东西 剩下了 对于谁来讲 然后第二层意思 在哪呢 如果要人呆在哪 它是一个自负动词 什么地方呆在哪 是一个不觉动词 好 这这个gueda 然后再接着 咱们再看下这个词 lejos 刚才是不是给大家说 那个近那个词 近那个词是谁 cerga 是不是有近 它就有啥 有远 lejos 那这两个全是什么词 全是副词 对不对 好 那离哪哪儿远 刚才说的 离哪哪儿近 是不是 cerga 的 那离哪哪儿远 是不是 lejos de 好 比如说 北京离上海相当远呢 那主语是谁 是不是北京 你可以说 北京 está muy lejos bastante lejos de de 上海 这是不是就行了 或者你动词用 咱们刚学那个get out 是不是也可以 是吧 它可以表示 地方在哪儿 北京 get out bastante lejos de 上海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一下 这个词 immediatamente 那这个词 我相信 如果你要英语 很好的话 那你像这个词 记起来 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跟英语 长很像 immediate 这这咕噜掐了 那英语就不说了 这跟英语 长得很像 它都是什么 立刻 马上的意思 对吧 那你再接着看 这个immediata mende 这是一个immedi结尾的 副词 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对吧 那像immedi结尾的副词 它这个重音 应该放在哪儿呢 像这种词 往往是几个重音 是不是双重音 两个重音 一个重音是哪儿啊 是不是immediata 另外一个重音 在mende上 因为mende 它就相当于 咱们英语当中的 那个后缀 那个后缀呢 是不是ly 这个后缀 对吧 然后前头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形容词 是不是形容词 形容词 然后后头 加上mende结尾的后缀 它就构成了一个副词 那有同学就说了 老师 那我以后行 我就可以造词了 形容词反正后 都加mende 就构成副词 不是所有的形容词 加mende 都是能构成副词的 这一点 你必须必须必须要注意 那所以你现在只能看到什么呢 看到什么什么mende 然后在今儿你能看到 这是一个副词 然后再有呢 这是形容词 加mende 构成副词 如果说正好这个形容词 你学过的话 那这个副词 你是不是也就能够猜出来了 好 然后再有 像这种词往往是几个中音啊 双重音 形容词上有一个中音 mende上有一个中音 那么哪个又会更重一些呢 有实际意义的词上 它会更重一些 那么哪个词 它是有实际意义呢 那肯定是形容词 所以说中音一部分 是不是就在immediata这点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在哪 mende这点 那immediata中音在哪 ia对吧 所以这个词读起来就是 immediata mende immediata mende 好 这是立刻马上 那比如说 我马上就来 那你就可以怎么说呀 bingo 是不是我来呀 bingo immediata mende 好 这是这个 那再有呢 是不是还有一些词 可以跟他替换呀 对吧 替换呢 可以有什么呢 马上 立刻 现在 aura mismo 立刻 马上的意思 好 或者是还有什么词 跟他替换呀 inseguida 立刻 马上 立刻 马上 那比如说 大家看这个句子 那你赶紧回家 那你可以怎么说呀 是不是 是不是你去家里 你马上去家里 be agassa immediatamente 好 这是这个 就是一个简单的副词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头这个词 下头这个词 这是谁 dehar 那像dehar 这个词呢 意思它也是非常多的 你看书上光标这意思 书标了三层 什么放下 离开呀 让什么什么处于 什么什么状态 但是无论哪一层意思 dehar 它都是一个什么动词 你看一眼 是不是它都是一个 即物动词 对吧 好 那如果说一个词的意思 比较多的话 那你一定要记它 最基本的意思 大家相信 已经有到这样的体会了 那你要记它的 最基本的意思 就是什么呢 就是放下 放下 bonnet bonnet 它俩应该是一个 近义词 对吗 那你放下什么什么 它后头应该怎样 是不是可以直接加 名词 因为名词做的是 它的什么东西 直接避语 对吧 那比如说 你把行李放这儿 这是一个什么诗啊 命令诗 对吧 完了 那这个动词 它变为有相当的规则 那你放下 它应该怎么变为 是不是deja 那是不是就是deja deja la maleta aquí 放下的直接对象 就是这个行李 deja la maleta aquí OK 好 然后再接着 再看 它第二个意思是什么 有离开的意思 离开 那比如说 他离开家 去了西班牙 那这句话 应该怎么说呀 是不是他把家放下了 那是不是这暗含的意思是什么 他离开了家 其实他这个意思 你想有的同学 乍眼看 就觉得这个放下 和离开差得怎么那么远 其实他这意思 也是他把家放一边 然后他是不是走了 他去了西班牙 就是离开了家 那只不过 家在这个句当中 不像原来说 离开salir 从哪儿离开salir de casa 那你de casa 做什么成分 地点状语 对吧 那但是在这个句当中 他放下的直接对象 就是啥 家 所以说 家在这个句当中 做的是什么成分 应该做的是 直接避语 对吧 所以这句话就应该是 deja la casa i va a España deja la casa i va a España 好 那再比如说 我不想起床 那这句话 你可以怎么理解 我不想离开我的床 是这意思吧 那是不是就是说 我不想把床给放下 是这意思不 那你可以怎么说 是不是 no quiero dejar la cama 那你还可以怎么说 no tengo ganas de dejar la gana 咱们是不是刚才 刚讲完 这个 dener ganas de 是不是有什么什么的想法 你就完全可以说 no tengo ganas de dejar la cama 好 这是dejar 第二个用法 然后再接着 dejar 还有什么意思 让某人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是不是你把一个 什么样的东西 放在那儿 那是不是就是 让什么人 或者让什么东西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处于什么什么状态的话 那你应该加什么词 来表示它的状态 是不是就是形容词 或者是前置词结构 那就是 dejar la uno mas attetivo o preposition 好 是不是放下某人 让某人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那所以说 如果要是一个形容词的话 形容词 是不是应该跟你 所放下这个名词 这个人啊 直接编语啊 保持什么 姓术一致 那给大家举个例子 他老让我难过 他老放在我那儿 他老把我放在那儿 对吧 放在我那儿 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处于一个难过的状态 什么破人 对吧 那你这话就可以怎么说呀 是不是 siempre me deja triste siempre me deja triste 那如果这句话 换成什么样 它总是 老让我们难过 那在这儿 是不是就不是我了 直接编语 是放下的是我们 那你这个形容词 修饰的正好是谁啊 直接编语 那在这儿也就不能是 triste 那就得是什么呢 复述对吧 所以你在这句话 可以说成什么 siempre nos deja triste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好 然后在今儿再来一个 他的话让我们目瞪口呆 瞠目结舌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那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呀 那主语现在就不是他了 是他的话 那这句话造完了 sus palabras sus palabras me deja con la boca abierta 是不是就说 他的话让我 让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伴随着张着嘴的状态 那是不是就目瞪口呆 sus palabras me deja con la boca abierta 哎 好 这就是这个 dejar 再来一个 你别打扰我 那你别打扰我 是不是你 这句话 这意思就是什么呀 你给我放下 那你让我自个儿待着 你放下我 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平和的状态 bath 它是和平的意思 大家还记得 玻利维亚的首都 是不是就是 拉巴斯啊 对吧 那拉巴斯 是不是就是 la bat bath 它有和平的意思 embas 那就是什么 一个人安静的待着 对吧 那所以这句话 这就是什么 dejarme imbas 那你平时 就可以用起来 是不是你给我放这 让我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embas 这样的状态 打表着说 你正在那儿 好好的工作呢 好好的干嘛呢 然后突然来一人 老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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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 是不是说的 你就心里特烦呢 那这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说一句什么 dejarme imbas dejarme imbas 好 这个dejar 那到这儿 这个dejar 就给大家讲完了 捋一下 它这个用法 是不是比较多 给大家讲了三个意思 那你首先要记 它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放下 对吧 然后呢 把什么什么东西放下 你走了 它当什么讲啊 是不是离开 no tengo ganas de dejar la cama no tengo ganas de dejar la cama 是不是我不想干嘛 放下我的床 是不是离开床 然后第三个那啥呢 是不是让某人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不是放下一个人 什么样的一个人 是不是让某人 处于什么状态啊 好 那dejarme imbas 以后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词 sufficiente sufficiente 这个词 这什么意思呢 足够的 大家先看一眼 它的这个词性啊 这是一个什么词性啊 形容词 那形容词 是不是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它就是名词 名词的位置的问题 对吧 但是放在名词前呢 还是名词后 大家就考虑 它到底是一个 限制性的形容词 还是一个什么 表示性质的形容词 对吗 那如果要是说 一个性质的形容词 那应该是名词 自身的特点 你往往会说 我有足够的时间 我有足够的钱 那这个钱 或者是时间 时间你可以说什么 是自由的 空闲的 这是它的性质 足够的这不行吧 所以说像sufficiente 这个词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形容词 它是一个表示 限制性的形容词 它应该放在名词前 跟名词保持性质一致 好 应该是sufficiente 然后再加名词 跟名词一致 比如说 我有足够的钱 来教学费 那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呀 是不是就是 我有足够的钱 是为了干嘛 支付我的学习 那就是教学费 那这句话 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是不是就是 Dengo suficiente dinero para pagar el estudio Dengo suficiente dinero para pagar el estudio 好 然后再接着看 下边这个词 espacio espacio 它是不是就相当于 英语当中那个词 长得有点像福利词 对吧 是不是有点像space 那像这个词 是空间地方的意思 对吗 空间地方 那没什么可说的 比如说 没有地儿了 No hay espacio No hay espacio 没有地方了 那比如说 没有地方来放行李了 是不是没有地方 为了干嘛呀 放行李 那就可以怎么说呀 No hay despacio 为了 para dejar las maletas No hay espacio para dejar las maletas 那如果要说 没有足够的地方 来放行李了 那足够的是 哪个词来的 是不是 sufficiente sufficiente 那这句话 是不是也就出来了 No hay suficiente espacio para dejar la maletas 所以就把咱们刚才 学到的几个词 就一块都用起来了 好 然后再接着再看一下 这个词 dirección dirección 这是地址 方向的意思 对吧 这个英语 是不是长得也像 对吧 比如说我不知道地址 是不是 no sé la dirección no sé la dirección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一下 这个 por supuesto 当然 口语里头 就可以用起来 比如说 sabes la dirección sabes la dirección sabes还记得吗 你知道 你知道地址吗 你说当然了 por supuesto 他可以跟谁来替换 是不是 claro claro que sí 当然是了 对吧 当然知道了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 这个词 seguridad seguridad 它有什么意思 安全保险把握的意思 安全保险把握 那其实它是哪个词的名词 segurro segurro有什么意思 是不是它有确定的 这样的意思 对吧 确定的 所以说它这个名词 肯定就跟什么 有把握相关 安全保险把握 好 然后接着 比如说 大家这么看 他说这事说的很肯定 是不是他说这件事 是带着什么说 带着安全 带着保险 带着把握说的 对吧 那这是不是 这个句子就出来了 lo dice con seguridad 很肯定 那你是不是 还可以再更加的确定一下 那如果seguridad 前头就可以加上一个形容词 是不是就mucho mucho来修饰一个 什么阴性的名词 那这话是不是就是 lo dice con mucha seguridad 这是不是就行了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两个词 一个是mobile 再一个是cellular 那你看这个mobile和cellular 这都是什么意思 手机 而且它都有什么性的名词 阳性的名词 但是它有一个括弧 对吧 也就是说在西班牙 西班牙人说手机 一般用的都是什么mobile 然后在拉美呢 拉美人一般用的是cellular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词 entender entender这个词呢 它是什么点燃打开 这样的意思 对吧 然后再有 大家要注意 这个entender的变位 那是不是之前 如果有规则变位的话 都没有特殊给大家讲 那这一点呢 我单独列了一张PPT 对吧 那是为什么 因为它的变位不规则呗 它是怎么变的呢 它就跟querer是一样的 成熟现在时 那它怎么变 e变成 以e 对吧 所以说的 它在我上就应该怎么变 是不是 entendo entend 在你 entendis ele a usted entende nosotros 我们你们往往是规则的 对吧 是不是就是 entendemos vosotros entendis echos entend 是不是就行了 好 那这个出来以后 咱们说完 成熟现在时 是不是还得说一说谁 命令是 在你上 它是不是就得找 entend 对吧 那应该是啥 entende no entende 那它在你上呢 在yo这个基础上 在成熟现在时 我的基础上 交叉互换 我 它应该是entendo 这又是以er结尾的 我应该后续换成谁 所以它就变成啥 entend 然后在你们上 就应该是entend 那它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这它命令是 do entende usted entenda ustedes entenda 好 那entender 这个词当什么讲 点燃打开 比如说点着什么东西 点着烟啊 什么的 打开 打开电视 是不是那意思也就是 把电视给点着 那是不是就是开了 好 比如说 entender la feria cericia 这什么意思呢 火柴 那比如说 你把火柴给擦着 对吧 给点燃 那就可以怎么说呀 是不是就是 enciende 这属于命令是 你应该找三单 对吧 enciende la feria 这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比如说 enciende la luz luz 这什么意思啊 光 对吧 光 那像那个光的话 然后你把光点着 那你把光打开 指的是什么呀 开灯 它没有出现灯 enciende la luz 开灯 比如说请您把灯打开 什么都看不见 那是不是就可以怎么说呀 enciende la luz por favor 好 比如说请您开开灯 刚才说的 对吧 enciende la luz por favor 好 那再比如 先别光 再比如说 你把电视给开开 是不是就是 enciende enciende la television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 这个词 minuto minuto 这是分钟 这没什么可说的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 这个词 feira feira 它是一个什么词 在外面 一看这个词 就出去了 feira 好 像feira 这个词 它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喊 feira 这就代表什么意思 出去 是这意思吧 feira 那你还可以怎么说 feira de aquí feira de aquí 这什么意思 从这儿走 是这意思吧 这说的文明一点 好 然后再接下来 那如果要说在哪呢 在什么什么外面 feira de feira de 那代表说 我在门外 那你就会怎么说呀 是不是我处于 在门外边的状态 estoy fuera de la puerta estoy fuera de la puerta 那再比如说课外 那你就可以怎么说 在课的外面 是不是feira de clase 大家要注意 这个feira de clase 这个de后边 往往是在这儿 feira de clase 这个结构里头 它是不加观词的 比如说feira de clase vamos al cine feira de clase vamos al cine 是不是课外 我们干嘛去 我们去看电影 好 然后再接下来 看下边这个词 Asia Asia 这是朝什么什么方向 大家要注意 它是一个什么词 它是一个戒词 是不是表示 是一种朝向 指的是一种方向 比如说 它朝家的方向走去 它终点是到家吗 那不一定 可能是 但是我不强调 只是它是按照 那个路线走的 比如说 请您朝左边走 是不是请您走啊 那朝哪个方向 朝左的这个方向走 那你就可以怎么说 Va hacia la izquierda Por favor Va hacia la izquierda Por favor 像 Va hacia la izquierda 这个词 咱们马上下一个词 就会出现 Va hacia la izquierda Por favor 那它朝家的方向走去 刚才造那个句子 Va hacia la casa Va hacia la casa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再比如说 这条路是通往马德里方向的 是不是朝着那边走的 对吧 朝马德里那条方向走的 那你可以怎么说 Este camino va hacia Madrid Este camino va hacia Madrid 就是这个 Acia朝向 好 然后像这个借词 有同学 Acia和Asta 人俩不分 一定要分清 差的十万八丈远 那Asta它当什么讲 是直到 直到哪哪哪 是不是就相当于 你们英语里头的 Antio 对吧 然后像Acia 这是朝向的意思 这不一样 指的是一种方向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 这个词 Este izquierda Este izquierda 这是左边 好 然后像这个词 大家要注意 这是一个什么词 名词 刚才让大家造句子 请您往左边走 Va hacia la izquierda 那咱们还经常会说什么 在什么什么左边 是吧 在左边咱们会用哪个界词 那大家一想到 在哪地点 你能想到 能想到 还能想到谁 大家要注意 它用的应该是啥呀 A A la izquierda 那你想想 在什么什么左边 这个位置 它是不是精确的 那像A 它表示地点的话 它可以表示一个什么样 精确的地点 能明白吗 这意思吗 A la izquierda 那咱们还会说什么 在什么什么的左边 那会加哪个界词 D 那大家要注意 这一定是要有一个定管 因为在什么什么的左边的话 你想 那这个是不是特指的 比如在Olivia的左边 那这个边 你是能够找得到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方向 它是特指的 你要加上啥 要加定管 所以说的 A la izquierda 这个一定要记住 A la izquierda 然后再有呢 像后半截单词 还出现了谁啊 还出现了 Derecha Derecha 后边呢 还出现了Derecha 大家请看右边 那一粒单词啊 到处第五个 是不是直接给你 放上这个词组 是什么 是不是 A la derecha 所以说 左边你会了 是E izquierda 右边也就会了 Derecha 那你要在什么 什么的右边 那是不是 A la derecha D 所以说 像这两组 一定要放在一起 A la izquierda D O a la derecha D 好 比如说 Santiago 站在Olivia的左边 那你就可以怎么说啊 Santiago Esta 然后呢 A La I izquierda De Olivia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Santiago Esta A la izquierda De Olivia 那是不是也就是 Olivia在Santiago的右边 那这句话呢 就是什么呢 Olivia Esta A La Derecha De Santiago 这是不是就行 好 那如果我要是说 Santiago 在我的左边 应该怎么说啊 那大家这第一反应 是不是就是Santiago Esta A la izquierda De 我 Me 他后头是不是要用 多个啊 那Olivia 在他的右边 那是不是就是啥 Olivia Esta A la derech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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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好 那这个你能简化一下吗 是不是我的左边 你学没学过一个形容词 叫做我的 是不是学过 Mi Do Su 对吧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怎么说 De Me 我不要了 直接给他换成谁啊 Santiago Esta A Mi Eskierda 能明白吗 这意思不 恰然别死心眼 说老师讲了 就是A la Eskierda De 我就不换了吗 那你是不是学过我的这个形容词 你完全也可以换成什么 A Mi Eskierda 那如果要说在我的右边呢 那你就可以怎么说呀 在他的右边呢 那是不是就是Olivia Esta A su De Eskierda 这是一样的 好 这是这个Eskierda 所以通过一个Eskierda 让大家知道什么 在左边是A la izquierda 那在右边是A la derecha 在什么什么的左边 是不是A la izquierda De 在什么什么的右边呢 A la derecha De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面这个词 这是Para 公共汽车站 那像这个汽车站 它标的比较明显 对吗 然后你再看下边 隔几个棕树下的那一词 是不是有一个谁呀 Estación 那像Estación 它也是什么 车站 对吧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一定要注意 Estación 这是不是就相当英语当中 Station那一词 只是大站 比如说唐突汽车站呀 火车站呀 地铁站呀 这些有站台大站 都可以叫做什么 Estación 但是像这个Barada 就相当英语当中的Stop 它是不是跟停相关 指的是临时停靠站 所以说如果要是公交车站 比如说你坐公交车 对吧 到新东方这边 说在海淀黄砖站下车 对吧 那像那个呢 那就是用谁呀 Barada 弄明白吗 这个意思不 好 这这个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 这个词Linia 是线路 像这个线路Linia 比如说你一根根的线 可以叫Linia 然后你身材的这种线条 也可以叫做Linia 然后再比如你坐地铁 坐十号线 八号线 也可以叫做Linia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一下这个Gorir Gorir这个词 它出现的并不早 对吧 很晚了 然后叫Gorir 它变味也非常规则 咱们简单说一下就行 我跑 那就是什么 Goro 你跑呢 Gorris 也不知道你们大声音 练的怎样了 他跑 您跑 是不是就Gorir 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跑呢 那是不是就是Gorrimus 你们跑是Gorris Gorris 他们您们跑 那就是什么呢 Gorren 如果要是说你跑 你跑 赶紧跑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命令式 那你动词应该找谁 找三单 是不是就是啥 Gorri Gorri 好 如果要是说请您跑呀 Gorra 您们跑呀 那是不是就是Gorran 好 这这个Gorrir 然后再接着再看下这个词 Aversi 且看看是不是 对吧 好 这个翻译也是够了 对吧 是不是Aversi 是不是来看一看 是否怎样 来看一看 是不是这样呢 好 Aversi 就有点像 Let me see 来看一看 See 它可以理解成相当英语当中的 If 来看看是不是这样 比如说 给大家举个例子 来看看我手机 是不是在家呢 那就可以怎么说 Aversi 那是不是就行了 Aversi 那再比如说来看看 Santiago 是不是有女朋友 那就可以怎么说 Aversi Santiago Tiene Novia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词 Alcanzar Alcanzar 这个词 这什么意思呢 赶上 然后像这个 我又把动词变位放起来 它陈述是 现在时是规则的 那陈述是现在时怎么变 在我上就是 Alcanzo Tu Alcanzas Ele a usted Alcanzar Nosotros Alcanzamos Vosotros Alcanzáis Echos Alcanzan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一下 它命令式的变位 为什么在这单独列出来 你要注意哦 这个动词 它是以什么结尾的 是不是Santiago 那就可能会涉及到什么问题 赶上字母 那它在你上是什么呢 Alcanzar 这是不是正常呢 那它在年上呢 是不是要写成C 你要保证 咬舌发斯的 这个音的发音 对吧 那是不是在年上就是Alcanzar 在年面上就是Alcanzan 好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词意思 Alcanzar 它是什么意思 赶上 那是不是赶上什么什么东西 它又是一个结物动词 那你后边可以直接干嘛 加名词 对吧 那这句话是不是就可以出来了 那比如说看这个 来看看我是不是能赶上这趟火车 是不是 A ver si puedo alcanzar este tren A ver si puedo alcanzar este tren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一下这个词 Rápido Rápido 这是一个什么词 富词快 对吧 你平时口语里头就可以单独使用 你快跑 Rápido 那你快跑是不是就可以说 Core rápido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一下这个词 A ver si 那A ver si 它是下车的意思 那像这个词 它变为规则吗 很规则 但是为什么又给大家放到这了 那有的同学念起来 那这个重音容易找不准 那它在我上应该怎么变呢 那大家直接变一下这个字符动词就行 那是不是就一定是Me habeo 对吧 在下车呢 Te apeas Santa呢 Se apea Nosotros Nos apeamos Vosotros Os apeais Echos Se apean 这是不是就行 再来一遍 这个重音 千万别跑 Me apeo Tú apeas Eleausted Se apea Nosotros Nos apeamos Vosotros Os apeais Echos Se apean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接着命令是应该怎么变呢 命令是如果说出现兵格与格自负代词的时候 应该放在命令是哪来的 后边跟他连着鞋 要住一家重音符 那他在你上 Abear 他变位是不找三单 就应该是什么呢 Abear Se 你应该变成谁 De 那这是不是就出来了 就是Abear De Abear De 你下车 对吧 那如果要是Tata您呢 那如果要是说请您下车呢 没有Tata 那就应该是什么 Abease 对吧 Abease 在您问上是不是就是Abear Se 好 所以这个命令是咱再来一遍 Do是Abear De 然后Usted是Abear Se Ustedes Abear Se 然后再接着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词 Abear Se 下车等 那比如说我是在这站下车吗 那这意思是不是 Me habeo en esta parada Me habeo en esta parada 那代表说你出国了 对吧 然后在西班牙坐烫公交车 完了呢 没不知道在哪站下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问问旁边人 Por favor Me habeo en esta parada 我是在这站下车吗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词 Bino 这是松树 对吧 这也没什么可说的啊 然后五棵树能翻了 对吧 Single binos 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 Estación 地铁火车站 地铁火车站 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个指的是有站台大站 对吧 然后呢 那如果要stop 临时停靠站 咱们西医里头是谁啊 是parada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 National 这个词是不是也特别好记啊 这是不是英语当中 National 对吧 是不是国家的National 形容词 如果它修饰名词的话 应该放在名词哪啊 那应该放在名词的后边 对吧 那比如说国家图书馆 图书馆是 Bibliotheca National 因为它是表示性质的 一个形容词 对不对 它修饰名词 是一定要放在名词后边的 Bibliotheca National 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词 Zona Zona这是地区 这个英语长得也像 这也没什么可说的啊 好 接下来看下边这个词 Residencial 住宅的 比如说住宅区呢 是不是就会说了 那就应该是什么呢 La zona Residencial La zona Residencial 好 那其实这个词啊 它是哪个词的形容词呢 是Residencia Residencia 这就有什么意思啊 居住地的意思 那Residencial 这是不是住宅的 La zona Residencial 那是不是住宅区 比如住宅楼 那你也可以怎么说啊 是不是 Edificio El Edificio Residencial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词 Claro 那像Claro这个词 咱们得好好讲讲啊 它不止一个词形啊 看这第一个词形 它当什么叫 明亮的 清澈的 那是不是就是名词 形容词 它是有性数变化的 对吧 比如说Una vidacion Claro 那是不是一个明亮的 房间 Una vidacion Claro 好 然后再比如说 Agua Claro Agua Claro 清澈的 水 对吧 那再比如说明亮的眼睛 是不是 Ojos Claros 对吧 好 然后再有 它还可以当什么讲 父子 清楚地 明显地 如果说它要作为父子的话 它有性数变化吗 是不是就没有了 比如说 Algo Esta Claro 什么事是怎样的 是明确的 什么事 是明确的 那你无论这个主语 这个事 它是阳性 阴性 跟Claro 有影响吗 没有 它在这儿是父子 没有性数变化 那比如说 这事弄清楚了吗 那你就可以怎么说 Esta Claro Ya Esta Claro Esta Claro 主语是这事 这事是清楚的吗 Esta Claro 那你主语就说 Si Esta Claro 跟说话的人无关 此外 Claro 它是一个父子 没有性数变化 对不对 然后再还有 Claro 当父子讲 还可以当什么 当然 刚才咱们再讲哪个词 时候还带大家回顾了一下 是Por su peso Por su peso 有当然的意思 它作为副词 Claro 也有当然的意思 还是一个副词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一下 这个Edificio 楼房 刚才是不是说了一句 是吧 住宅楼 那是 El Edificio Residencial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 这个词 Claro 那Claro 它是相信认为的意思 然后大家要注意 Claro 这个词 它变味很规则 变味很规则 那无论它怎么变 它都是一个什么 集物动词 第一个意思是相信 那它是不是就相当英语 当中 Believe 这是不是相信的意思 比如说我相信你 那在新语当中 这个词就应该怎么变味呢 是不是 Te creo Te creo 好 然后再接着再 比如说 Lo creo Porque lo dices tu 这句话 这是什么意思 Lo creo 是不是我相信这件事 是这意思吧 Porque lo dices tu 因为这事是怎样 你说的 那你怎么来判断这句话 怎么来理解这句话 如果说你理解不明白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要看一下 这个动词的主语 那你看Lo dices tu 主语是谁 你 是不是你说的这件事 然后呢 我相信这件事 因为这事是你说的 对吧 好 然后它第二个意思是什么 认为 就有点像英语当中的think 所以它就相当英语当中俩词 一个是believe 另外一个就是think 认为 比如说 Creo 其实这个句子是一个省略句 那后头这个si呢 它是把这句话给省略了 Creo que si 这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是这样的 我认为是这样的 比如说 Santiago es guabo Santiago es guabo 圣地亚哥挺帅的 那你就可以怎么说 Creo que si 我认为是啊 那如果说 我认为不是 人有同学话说了 Creo que no si 那你有这样说话的吗 没有 那你是不是要说 Creo que no 好 再比如说 我认为应该在这站下车 那应该怎么说 所以说 Creo que hay que 像这个gasso 这什么意思 它有场合 这样的意思 在所有的场合下 那是不是就是 不管怎样 无论如何 En todo gasso 好 那再比如说 无论如何 我都得回家 En todo gasso Tengo que volver a gasso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词 Perdersi Perdersi 这什么意思 Milu 然后呢 我又把这个变位 放出来了 比如说刚才Creo 我就没有放这个变位 问题 目的是 原因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因为Creo 那个词 它变位是规则的 但是呢 Perdersi 它变位规则吗 它是不是不规则 它怎么变 就跟今天学的Entender 变位是一样的 它是不是 E变成 E 所以Perdersi 它在我上就应该是 Me pierdo Tú Te pierdes Elea Usted Se pierde 我们你们是规则的 对吧 那应该是 Nos Perdemos Os Perdes Ellos Se Perdan Tampe Tay La E Tú Te Perdes Elea Usted Se Perdes 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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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demos Vos Otros Os Perdes Ellos Se Perdan 好 然后再接着 像 Perders También Ling 是应该 怎么变 在你上 是不是还是 四伏代词 应该放在 命令士的后头 跟他练着血 那他在你上 就应该是 Perdete No Perdete 别忘了周音符号 他在年上 就应该是 Perdase 年本上 就应该是 Perdanse 好 然后再接着 Perdere 这个词 之前咱们 其实是 讲过的 在第七课 第七课 讲的时候 他当什么 讲 急物动词 是不是 布加Se 的时候 急物动词 是丢失 错过 浪费 这样的意思 丢失什么 错过什么 浪费什么 后边直接加 名词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再还有 第二种意思 今天咱们出现的 Perdere Se 是不是丢掉自己 那叫什么样 迷路 迷路 对吧 比如说 如果我在巴塞罗那 迷路了 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那这应该怎么说 是不是我在巴塞罗那 把我自个儿给丢了 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那应该说 Si Me pierdo En barcelona Puedo llamarte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Si me pierdo En barcelona Puedo llamarte Por teléfono 好 这这个 Perdere Se 迷路 然后再接着 看一下这个词 Descuidar Descuidar 这个词 你看它这样 是不是看着 变味 就规则 然后再有呢 那你再看这个词 Cuidar 这个词是不是看起来 眼熟 它当什么讲 注意照顾 Descuidar 是不是不用注意 不用照顾 那就有什么意思呀 放心 心踏实的 请放心 不必担心 而且像 Descuidar 这个词一般都用在哪 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直接对话的命令式当中 那比如说 您说 放心啊 那就可以怎么说呀 Descuida 如果要是您放心 是不是Descuide 您们放心 那就是Descuida 请放心 不必担心 再比如说 我说 哎 Sandy 明天咱们一定要早点来 有一个什么什么事 他就跟我说 请放心 你放心吧 没事 那是不是就是Descuidar 哎 好 这这个Descuidar 那到这儿呢 咱们第一段课文出现的单词 就给大家讲完了